开密台风逐渐远离不过前几日带来的强风 奏语造成花莲和平村对外交通中断 25号下午4点左右 收容中心有一名七旬的长者 突然身体不适 无法送往花莲就医 只能北送一栏 救护车赶紧将患者送医 25号下午4点左右 花莲和平村收容中心 一名70岁的长者 突然身体不适 担心发生意外 收容中心人员赶紧联络消防队 花莲最北的和平村 过去碰上患者就医 都是送往花莲市 但是凯米来袭 强风奏语 苏花公路跟北回铁路都中断 逼不得已的状况下 病患只能往北送往宜兰 村民送到南澳 那南澳那边就会在 帮我们把村民送到罗东 那其实那段路也是不通的 但是就是因为是 那个很紧急 所以他会开一条路 让那个救货车过去 经过多访联系 终于将七旬长者 送往宜兰就医 只不过每逢大雨 苏花和平往花莲方向中断 和平村就成了孤岛 村长希望有关单位 能够伸手帮帮忙 尽早恢复交通 不要耽误患者病情 记者中文报道